天童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首先是Jen幫我這樣開場 然後還沒開始分享 就已經被大家推坑了很多美食 那也是很會邀請我們 讓我們有機會上場北一的一個舞台 那可以先幫我掃就是右上方的這個QR code嗎 它是一個叫slag.com的網頁 那大家可能在演講過任何問題都可以記下來 就不用等到最後QA可能就會忘記了 就在上面提問 然後我們會在QA的時間統一回覆 其實你會比較不會忘記喔 那可能給大家30秒 大家好,我是Andro 那如果太遠或是說少不太到念QR Code的話 可以直接在游覽器輸入slag.com 就是sli.do 然後它就會進到他們的網站上 然後輸入下面那個post2019 就可以進到我們這個提問的頁面 對,如果你QR Code算不成功的話 好,那我看大家都還在掃 那大部分人都ok 我們待會就開始囉 那進到style頁面 它如果它可以在中間的檔位 就是輸入post2019 這樣就可以進到我們的提問器 好,那我們開始今天的演講囉 好,首先呢就是 我們團隊其實本來是四個人 但今天就是我們兩個代表來講 所以自我介紹就只有介紹我們兩個而已 然後我是左邊的沐萱,畢業是台大經濟系 然後去之後會上了一些六個月的培訓班以後 我現在在ET Today擔任數據工程師 大家可能會很好奇數據工程師做什麼 其實我平常的內容呢就是 我們有設計新聞的推薦系統 然後還有做一些AB testing 然後也有做資料的清洗還有視覺化跟機器模型的建模 至於下面hashtag就是我現在 目前進行的興趣 就是我剛剛從土耳其回來 所以待會Slide Go提問得到第一高票了 會有一個小禮物喔 對,然後還有日本跟美食還有參加社群活動 都是我目前的興趣 那Ansel你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嗎 好,哈囉大家好,我是Ansel 那我先,我也推薦一個我們台灣的美食好了 那剛剛提了比較多吃的 那剛剛還有煮奶茶 那邊是提一個喝的好 就是台灣的茶 茶葉高山茶都很有名 但是在無星街 可能每一個同學都會知道 在無星街靠街龍路口有一家產吃茶 那也是我認識的好朋友的店 那歡迎大家可以去多烘茶 OK,那對,我是Ansel 那我目前就讀就是 在四大客廳用研究所 那現在生索二 那這兩個學期都在太遠受的實習 那其實在念研究所之前 我還有先,我有先工作過 在音樂訊號公司 大規定工程師 還有各種,各種雜事 對,那 研究的面向比較偏向 科技教育 或者是能力資源的數據分析 那 平常的修學員都在上面 那 我的hashtag就是 可能我是前陣子 去年才開始自學資料科學 所以我原本的領域都偏 一般的可能應用程式的開發 APP網頁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 就是進入了教育的領域 所以 有點於 就是這方面的領域知識 也可以跟大家做交流 OK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的agenda 那 一開始就是介紹我們自己 跟我們 其他團隊大概的組成 那以及我們 為什麼報名這個比賽 以及 為什麼來 這邊做分享的動機 那 以及我們這次競賽的 呃 一些競賽規 規 這個競賽是怎樣 以及他提供怎樣的資料集 再來介紹我們最後的這個 呃 成果 以及我們中間的合作方式 跟一些 我們推薦的工具 還有我們 這個 三個月 我們經歷了出賽 複賽決賽 三個月的這個 進入逆程 最後一些這個 關鍵要點 來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我們 我們自己叫 社群賽機 其實我們的 團隊組成 其實就只是 兩個在學的學生 以及其他 可能也是剛出社會的 呃 夥伴 那其實我們是參加 去年 2018第一屆的 呃 曼陀浩計畫 他是由 也是兩個 女力社群 來舉辦的一個 呃 就是導師計畫 那我們在 內屆 參加 就是Data Immutation 這個 這個 function 那認識了 一群夥伴 那其實我們計畫結束後 一直都有在 老師的聯繫 平常也會 交流一些 呃 我們都 可能感興趣的這個 資訊 跟大家做分享 那 某一天就有人 就是PO出了這個 一個競賽的連結 那其實大家 欸 突然就 好像都 就是 都很 呃 就都很感興趣 然後就 忘記沒有 就 就報名了 那 那 也很感謝 就是 我們是這四位 不好意思 我們的 船員是 這四位 那其他 夥伴其實在前期 我們也提供 我們很多意見 那 還有就是 提供他們公司的場地 借我們做開會 這樣子的 那我們整個 整個比賽的歷程 都還在我們群組的 聊天室做進行 所以 可能他們 就很 有意思是 打擾到他們 他們也 給我們很多的鼓勵 對 那有看到 其實我們大頭可以 就是在這張圖片上面 借出來了 因為我們平常沒有什麼 這種 專業的 高興圖片 那 今天宏偉可以多幫我們 拍一些 對 對 那 對 這是我們團隊的組成 那其實 有一位三月分 其實 跟穆璇是做這攤局面 那我跟 呃 Julie 就宜貞是在學的學生 那我們都有一點資訊背景 但其實我們 呃 我們的 技能 其實都蠻多元的 那就是 有 就是媒體業啊 或者是說 在電商產業 以及 就 宜貞有在一些 ARP的顧問公司上班 那我有在 一些 嗯 繁體偉智的公司 以及教育領域待過 所以我們的 主持人看得 多元 那我們的個性上 其實 也 都不太一樣 覺得很Thema形同 可以 想出很多 想出很多 idea 那另外的人 他可能比較實事窮事 就可以幫我們 塑狩練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樣的 組成是還蠻不錯的 那為什麼來這邊 做分享呢 其實因為 我們去年資學過程中 參加了非常多的 呃 相關社群 那在這些社群上面 其實 有很多的 就是無常的 欸 講者 或者說講師 來跟我們做分享 這上面獲得非常多 那我們也是 希望自己可以 呃 有一些回饋 那我們自己 投入志工的行列 並且來就是 來做這樣的分享 那對於我們也是 參與這次競賽的一些 整理跟回顧 因為我們其實 頒獎完那天之後 我們就沒有再開啟我們的資料 所以這次的比賽 讓我們也做了一些整理 那我們也可以 就是 呃 你跟 別人介紹你的工 呃 你的金幣的時候 是非常有加分的 因為其實在這個 競賽過程中 會需要非常多 後面會一一說明 那其實大家也 在可能臉書 或是社群媒體上面 看到各式各樣的競賽 包含 呃 MIT跟北一的這個 黑客松 這是一個 就是競賽爆炸的時代 那其實這也是 就是現在很多 企業會朝向這樣子的 方式來 花錢 來收集大家的點子 可能是上百對於上千人的 idea 其實對他們也是蠻賺的 那 也想好奇問一下 目前有沒有在所有的朋友 有 已經報名 某個競賽 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其實有不少的朋友 那 下次的 講者就交給你們了 對 好 那我們參加的就是 呃 今年中華郵政的 大數據競賽 他們也是第一次 辦這樣子的比賽 那他已經 累積了上百年 這個郵務資料 包含他們每天的這個 呃 收件或者投地的各種資料 那不同的包裹啊 快捷等等的郵件 那他希望就是透過這個競賽 來收集各方的 團隊的這些 能夠提供 提高他們的作業效率啊 降低成分 或者一些 顧客滿意度的這個提案 那他出賽的話 提供了 呃 一季的這個資料 那多大 4億多的資料量 那複賽有高達21 那這樣是 就是一個 就是很大 那 剛剛有一個小連結 是 Postdata.com 他是 這個 競賽的頁面 有興趣的話 可以進去看的 比較詳細的內容 那 這個競賽就是主打的 欸 用第一次公布 這個郵政的數據 以及高額的獎金 那其實 進了決賽 有30 對 都會就是包底一萬 那其他的名額都還蠻高的 就吸引了 就是 第一階段有400人 一對一千多名參賽者 那這個競賽提供的一些資源 跟支援 像是 呃 郵局這邊有準備了一些 線上的 調查 可能是影片啊 投影片 那就把他們的這個 原本的郵物流程 快速的讓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知道 這一封郵件 從收到到投地 交到 收件人手上的整個 呃 旅程 那並且 他有開了 有 讓我們可以提供 發問的這個機會 但是他是以統一 在 過一半時間 用表單的方式來回復 所有的這個 提問 所以我們可以在 這張表單上面 除了我們自己的問題 被回答以外 也可以看到其他團隊的 提問 那這邊也是 可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去看看別人提到的問題 那我們也可以把 重要我們 我們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也把他 就是整理起來 那中間有兩次的這個 專家諮詢的機會 一開始他就是 第一次是 對於所有團隊介紹 那個 整個資料的 樣子 跟一些建議的處理方式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有務人員 那第二次其實是 第二次是 我們進複賽後的團隊 才可以 有一個 Walk Cafe的機會 那也是有 許多的專家 讓我們來做諮詢 那就是在這些 機會上面 可以把我們平常 我們可能只會 處理 就是拿到資料做處理 那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有務有那麼多 細節的流程 那非常重要 就是要在這種機會上面 來透過詢問 來獲得解答 那更直接的方式 就是直接去 找第一線的人員 像是郵才 或是一些郵護士 來做訪談 那熟姓 我們剛好 夥伴有一位的親戚 就是 就是一位郵才 那我們也 把握這個機會 跟他做一次 比較深入的訪談 可以真的知道 第一線他們遇到的 這個痛點是什麼 那這個是教材裡面的 其中一個截圖 其實就是 剛剛講的收 收件 封裝 運送 跟投遞的整個過程 的一個流程圖 那 就是 你看了 就是直接去看資料裡面 你可能會 有點不知道 怎麼下手 也不知道他的一切模式 那你先了解了 這樣子的 他基本流程之後 你就會知道 他在每一個階段 會 產生哪些數據 那你在看 數據整理的時候 也可以 比較知道 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想像 跟問題 可能出在哪裡 那這個競賽 提供的 21比 資料 就是這四個資料集 第一個資料集 是 四輪車 GPS的資料 那他其實就是 他們的這個油路車 都有裝一個車機 GPS的車機 每30秒 或者是狀態切換的時候 就會回床 他的狀態 包含了 駕駛是誰 前進的方向 經緯度等等 所以就 蠻多團隊是 針對這個 路徑優化的問題 來做 來發想 那第二個是 收件資料的明細 那其實就是 我們 要寄東西到窗口的時候 他 就記錄我們的這個 油件總類啊 那你是 你的速度是要哪一種 快遞還是怎麼樣的 然後油力區號跟重量 裝箱大小等等 那以及特約客戶的資料 就是他們的 有簽約的 特約客戶 那最後是 特種 樓件追蹤查詢資料 這個 這裡的資料量最大 其實就是 每一 每一封 郵件 每一封掛號的 各種狀態 切換的這個 LOG資料 那他就會有 各種的狀態 包含 就是說 這封在運送中 那他可能 投地了 或或被退回 那他們 透過這個 掃描 或是什麼樣的方式 就會產生 這樣子的LOG檔 那以及他們 對應的處理方式 以及他們 負責的句號 那 這是所有的資料集 那資料集裡面 其實 我們看了一下 就會發現 蠻多的問題 像是 資料格式不一致 我們發現 有 有 有 挂號號碼 其實有 有一些是 20碼 有些是14碼 而且這 兩種的比例都還蠻高的 那我們 這裡要透過 就是詢問專家才知道 可能在一個時間以後 因為政策調整 部分郵局 他們在登記 挂號碼的時候 會加上 郵遞區號 跟一個 某個碼 然後就是多了這個6碼 那另外 像是有一些 他有給我們 就是 對應帶來這個 對照表 但是就會有一些 從資料裡面 看到一些 他沒有在 對照表上面的資料 那也需要 透過問專家 這邊得到 或者是另一種失誤 是他 其實他的 量度多 或是他影響的 層面不大 我們可以忽略無跡 那以及 資料表間 可能沒有關聯 像是剛剛那個 GPS的資料 跟我們的 挂號 中 他其實沒有辦法用 就是 挂號碼做觀點 那個GPS 一台車 開到哪 他其實 沒有記錄 哪些信 郵件在那台車上 所以其實 這根本沒有辦法做觀點 那我們 就是要做個選擇 或者說 採用別的方案 那 這邊也提一下 就是資料的假象好了 你 我們原本在於 探索 資料過程中 有發現 中午大概11點到1點5時候 有發現 投地失敗率 特別高的問題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可以 針對這個點 來搶解決方案 但後來我們在第二階段 專家諮詢的時候 才知道 他們 一些基本的 函見 他不會當下 投地 就馬上做update 而是可能 他們週五 午休 回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統一P4座上傳 所以 才產生 這樣子高失敗率的現象 所以其實 有可能 如果你沒有透過專家諮詢 會被騙 那大家 就是 騙了那麼多就會發現 其實就是 就跟我們資料科學的三個 三個環 那 domain knowledge 這個部分 當然重要 如果我們就光有技術 或者說 會寫程式的話 也沒有這些專家 你沒有辦法真正的了解 Meta 來做一些 後續的運用 那 我們 進行賽 最後的一些成果 就有陸軒來跟我們做分享 喂 稍等我 下午 給大家看 感謝 Ansel 幫我介紹 那個 幫我介紹 比賽的資料 還有規則 那我們 會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分析的流程 已經最終的成果 那剛剛 內容中 或是說 有什麼講不清楚的 歡迎在那個 sliding上面 做提問 或者說 有可能我們這間 整場的 分享 有一些 你們原本想要獲得的消息 沒有提到 你也可以先打開上面 然後上面每一個問題 好像都可以點 like 或是點讚之類的 把那個問題的這個 popularity提高 它就會在最上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裡面有什麼樣的問題 之類的 那我們的 包一片好 好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決賽的作品 基本上就是藉由兩個系統 空置系統 還有地質追蹤系統 來提升 郵件投地的成功率 不過決賽因為是 P群的性質 我們這次分享 會比較著重 資料推理 分析的流程 還有就是可能 一點的模型的部分 所以方向會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開始吧 因為沒有交通領域的 這個 隊員 的人才 所以我們一開始 就定位在要做流程優化的部分 透過ETA 我們可以發現 郵件每年有12.7% 也就是4千多萬筆的郵件 曾經投地失敗 那什麼是曾經投地失敗 就是他不是第一次就成功的 衝到收件人手上 好 那做完ETA以後 你就會說 喔 那4千多萬筆 投地失敗又怎麼樣呢 那我們可以從資料面上面去 看到他產生的時間成本 以及可能 再加上一些我們 去獲取的外部資料 可以算出一些金錢的成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圖的 X軸跟Y軸 那X軸的部分是曾經投地失敗的次數 就是從0 就是一次就投地成功 一直到5的部分 因為再上去的話 可能就是一個Outlier 然後我們有確認過 有5流程 接著投地要3次 就不會再投了 嗯 然後呢 Y軸的部分 則是天數 那 所以從這個ETA中 大家可以看到 嗯 包裹與會計 還有其他掛號 都是大概就是 不到兩天 就可以送到收記人的手中 意思是說 從寄件到收件 經歷大概才1點多天而已 可是呢 經過一次 只要有一次投地失敗 就會 嗯 怎麼說 收到的天數就會從3點 就會從1天多提升到3點9天 甚至是6天的部分 那就接近是1週了 那更不用說 投地兩次失敗 可能就要接近半個月 或是一兩週才會送到 收件人的手上 所以我們確定呢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繼續往這個方向做一些 更深度的ETA挖掘 我會發現 嗯 有無 有無投地失敗的問題 通常發生在Last Mile 也就是從派件局到收件人手上這一段 中間的一些封裝啊 分 然後還有就是 長程的貨運的過程中 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比較少便衣的Variance 所以我們就繼續 Focus在Last Mile的問題 做一些初步的 一樣才是停留在 1點1個統計的地方 看一下他主要的原因 那這部分呢 就是需要人去看 因為我們就會把問題分類出 欸不在啊 或是呼叫無辜 因為綠色的部分 他可能是人不在的 這類的大問題 那至於藍色的問題的話 他就會是地址錯誤 我覺得大家可能就是 比賽一開始在做ETA階段 嗯 就是要加入一些人的想法 比較有創意的想法 每一個資料都有不太一樣的做法 對 然後分析失敗的原因以後 我們再繼續再做經過的統計 最後一個ETA我們發現 剛剛有提到說 欸人不在佔了74%的失敗原因 那我們會想知道說 欸如果第一次投遞失敗的話 第二次也投遞失敗的機遇會多少 就很驚訝的 就是又被我們發現到 這應該也是一個重要問題 就是你第一次失敗的人 第二次也會失敗的機遇到78% 快要8成 那這可能 這可能 這可能表示什麼 我自己看到這個我就會猜想說 那這個人他可能是很容易就不在 就不是說他剛好禮拜二不在 或是早上不在我下午去他就會在 而是這個人他就是不容易投遞成功 好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已經得到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這時候就得到一個可以用機器學習去解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來做這個模型 那我們預測的標的的話 就以這張圖來說 我們就會想說可能想要預測是哪一些情境 就是哪一些內外體 或者是使用者容易投遞失敗 然後去做Predition 那如果能找出這些人的話 我們就可以想想 我們就可以設計出相應的Solution這樣子 對 好 那接下來這部分可能對有一些人來說會比較無聊 那就是一個我們清理資料還有建模的過程 那首先是ETL的部分 我們的ETL 喔 剛剛INZO可能有提到四個資料集 其實這個郵政競賽 他 我把車有點遠 但是我會想說就是大家在選擇參加比賽的時候 就是可以看一下這個比賽性質 因為郵政競賽他其實跟Caggle的那種競賽不太一樣 他不是給你一個很明確的問題 大家就一直不停的針對這個問題做優化 而是比較像是你要自己先去觀察資料 然後自己定義你的問題自己解 然後在最後一個決賽Predition的時候去說服評審說 我找到一個重要問題利用資料可以這樣解 然後Solution可能其他商業的成本效益是非常合理的 對 然後所以我們前面才要再做這麼多定義問題還有問題發掘的部分 然後關於郵局競賽我想講的第二個點 在我們繼續講ETL的資料心理之前就是 郵局給的資料其實非常非常大 我想看決賽的時候大概有到快要200GB 對 所以不管你是用Python還是Excel 就是你基本上不太可能用單機直接Logic memory去處理 那所以我們在ETL階段都是在雲上面 在Bitquery上面做 對對就定了schema把它倒進Bitquery以後 就用算是用SIPO來進行一些ETL 那我們排除的異常資料有蠻多 就是小的部分 但是比較重要是大概有30%的開頭並非 道具寄件種狀態資料 還有一種就是結尾式投遞成功或又失敗的資料等等 那做完全部的排除以後呢 我們就去Join了一些 就是團隊成員收集的外部資料表 例如說什麼 雨量、郵遞渠號、人口密度、老屋比例等等的 大家這個部分可以善用就是OpenAPI 那這樣就不用自己爬 或是你喜歡寫爬什麼的話也可以自己爬資料 那有這些你有興趣的外部資料以後呢 就可以把模型整理成一個one ID one row的方式 什麼意思大家可以看下面 呃等一下要跟我一下 對 就是沒有ID的話它就是每一個郵件帶號 它後面就跟很多很多的feature 還有跟一個label就是class 那我待會會在模型部分講說 我們是把它做成一個失敗跟成功的模型 所以它算是一個two class的problem 然後零的話就代表class零代表首次投遞就成功 那一就代表曾經投遞失敗一次以上 最終也還是失敗的 那為什麼要做成這樣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有去 呃就是我們有請教一個傳 就是我們的一個mentor 然後他是說 就是大家其實不用太執著於說 我一定要做出最好的feature 才可以開始為模型 就是你可以先有一些假設 然後就做一個很簡單的baseline 然後整成這種形式以後 你就可以先又定一個model 然後做出baseline model 然後看AUC 然後看方向再慢慢注定 那接下來就是很正常的資料分析流程 我們在random3的比例是8比2 大概是這樣 然後 然後我們用的模型是random forest 其實都不是什麼很高深的技術 不過我覺得就是我們整個流程可能就做的都還蠻 每一步都還蠻踏實的 然後再來是特徵篩選 因為我剛剛講完就是整層1ID1RAW資料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ACC02等等等等 05什麼的 都是一些特徵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先做一些feature selection的動作 也就是我們可以利用很簡單的就是Pandas Diagram的correlation的方法 就護照的方法 然後用Seaborn的HeMap把它丟進去 就馬上可以靠出這個非常一目瞭然的圖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圖呢 是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告訴我 大家可以看到最左邊 對 然後最健康的應該是紅色的部分 correlation是0 那代表這兩個feature之間是獨立的 那如果是接近1的話 它就是完全正相關 負1的話完全負相關 所以從這個HeMap裡面 你可以知道你做出來的這些feature 它們之間的correlation是怎麼樣 那你心理就會有底 因為可能有一些regression的模型 會受到貢獻性影響比較大 那random force可能還好 比較robust 但是我覺得你可能會換很多模型 而且有一些feature之間的關聯 可能是你一開始沒有想到的 所以我一開始會先做這件事 然後接下來模型的部分 因為不算是我 我只是功能 不算是我的專長 對 我們就是要CityLearn 有了一些 然後跑完以後 就是把它Eccuracy 都是refine的 然後就 就看起來也都差不多 就選了一個random force 因為他可解釋性蠻高的 而且相對也蠻robust的 我自己就蠻喜歡他的 就選他了 對 那 好 然後就選了選定模型以後 就會跑training跟prediction 跑完以後呢 大家會得到一個matrix 就是這個confusion matrix 然後可以從這個matrix裡面 算出一些重要的指標 其實大家看到 Accuracy這麼高 92%應該會覺得很棒 但 那就回到我們想要解決問題 我們是想要預測出 呃 就是可能會頭體失敗的這些人 所以 怎麼說 這會比較像一個優化recall的問題 recall是什麼 就是可能大家北地的同學都知道 就是醫生 他一定要判斷出就是癌症 就是你可能是有癌症的病人 呃 意思是說他就算破差100 他可能覺得你不確定你有還是沒有 那他就是一定要抓到有的人 就是不要 明明就有還說沒有 那我們其實 在 呃 這情況是在成本跟 怎麼說 就是 呃 對他發送通知成本 對可能現在失敗的人發送通知成本是低的 對 對 現在癌症病患的 那個 呃 檢測費用是低的 可是他效益 就是抓到一個的效益 卻是很高的 是他的續值倍或百倍以上 那這時候可能就要 就是針對recall去做優化 而不是就是 呃 就一個模型出來 然後因為很imbalanced 的data set的原因 就是 accuracy很高 然後很開心 對我覺得這是一個主則注意的點 好 所以我們就畫了 視覺畫了一個就是 在同 好 我剛剛忘了講一件事 就是 雖然他是一個 最後我要predict 是兩個class 0和1 成功換失敗 但是 我模型預測出來 其實是一個linear的probability 什麼意思呢 就是 這張郵件的相關資訊 我會進去以後 他出來會是一個機率 越接近1的話 就是越可能會失敗 算是一個連續性的 嗯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們可以調整threshold 呃 呃 呃 去改變他 到底是被分在0 還是1 這樣解釋大家有聽懂嗎 好 大家可以發文 就是 三個張發文 因為我覺得可能 大部分人懂 我就 先先越過這段 好 對 就是 那調整threshold 你就可以去調整他到一次被分到成功 還是 最終是分到失敗的成功 一種class 來 呃 來在recall跟precision之間的trade off 找到一個平衡 那大家就說好幹 因為我懂了 那到底那個最好的threshold在哪裡呢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商業的模型 我們就幫油局算了一下他們的商業模型 就是成本的效率是怎麼樣 就比如說08年的時候 呃 政府正確就是 要怎麼講 大家直接看那個收益公司好了 就是你一個profit一定是你的revenue 減要cost 你的收入減要成本 所以油局的成本是正確的召回人次 然後才以就是每封郵件投遞失敗成本 也就是30元 然後呢再由普通轉為投遞成功比例 也就是我們通知系統 通知他抓到這個真的可能會失敗的人 然後這個人會因為收到通知 而從本來會投遞失敗 然後來轉為成功比例 那這個部分我們模型後來裝到threshold是 呃 大概是會照為0.7%的人 然後我們也很保守的估計是 收到這個通知以後會從投遞失敗 存在投遞失敗變成成功比例 大概乘以0.3 1 3分之1而已 來計算這個數字 對 然後通然後成本的話就很簡單的 比收入好算 就是你寄發幾個簡訊的那個成本 還要你通知多少人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個profit function是 就是 呃 就是反正就是這個數字乘以旅扣 然後呢 這個這個數字乘以模型的通知率 對 然後我剛剛忘記提一個點就是 其實這些數字 雖然被我講得非常模糊 但是每一個都是我們有實際 就是我們的分析師 他會實際去做一些 呃 比如說9的去期成本0.06元 是現在最新的浪訊成本 然後簡訊是0.8元也是 對 然後然後失敗 郵件失敗會有多少成本 我們則是有去問一些郵局的專家 去拿到比較準確的數字 這樣會比較有說服力 對 好然後呢 根據這個商業模型 我們就可以算出就是profit optimize的 就是上 那是什麼 利益最大化那個點 那利益最大化的點 就是在這裡 因為這是一個profit curve 就是max profit點在這裡 然後對下來的話 special在大概0.2左右 那可以對應到 就是你從這裡就知道他可以通知多少人 那他能夠成功的 照顧多少錢在失敗的人 好然後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我們最後決定是要通知大約20%的人 那是他的recall就可以達到大概7成左右 意思是說我們只要傳簡訊給20%左右的人 然後就可以觸及70%左右潛在失敗的客戶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這條線很熟悉 就跟我一樣可能大學是學商館的人 可能就覺得很熟悉 因為他就是傳說中的82曲線 82型的curve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欸 透過一個這麼簡單的機器學鞋背賽model 你就可以達到一個82法則的 就是去找出哪一些人應該要為通知 然後得到商業最大化的價值 嗯 好那模型的部分就到此結束了 嗯 作為solution 我們就提了兩個系統啊 一個是通知系統 就是讓所有機器學習模型的支持 那另外一個就是地質追蹤系統 地質追蹤系統 我們有透過WRM的技術跟有成設計 就希望可以在至少在源頭的時候 在寄件的當下 就避免地質錯誤的問題 那也可以增加我們訓練資料的feature 因為我們現在只能停留在Mail ID的狀態 他沒有辦法兩封Mail ID之間透過地質或是人來連接 所以這個也算是我們給他一個資料搜集的建議 好那因為今天不是pitching 我們要說服你們就是來蓋這樣的系統 所以我們就大致看一看決賽如果你要pitch的話 你可以做一些可能在商業上比較有說服力的一些說法 比如說簡訊的開信率是多高啊 然後LINE成本超低才0.0幾塊而已 然後還有做我們整個系統的流程圖 比較方便評審了解 那這個是簡訊的UI 非常感謝我們的隊友把他就是拿出來 然後LINE的UI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地址系統的頁面 那大概怎麼使用會帶來什麼優點 好我覺得最後我覺得今天比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頁 這是我們的成本效益分析的一個表格 那基本上我們成本跟效益都列得非常的詳細 然後也不是我們平常估計 就像我剛剛講過就是分析師有非常認真的去看LINE 要檢訊的方案 那我們也有透過人牌去詢問就是 呃我們想在這兩種系統 然後他的MVP 呃最小可行定產品大家會花多少錢減值 對 那我們也有就是固定的成本 然後就是可能每年可以帶來的收入一個成本等等的 那抓三年 這樣就可以算出IR內部報酬率 因為郵局其實還蠻 我覺得郵局其實蠻適合做大數據 因為他真的郵件量超級大 就是系統建設成本跟這個東西比起來 一定是非常少的 所以他的IR最後是達到200多% 那我是不知道底下評審怎麼像 但我看到這樣子我會覺得很值得投資 對 就還蠻心動的 好那這就是最後一頁 可能就是分析師他會再強調一下 就是這方案不但就是收益很高 他可行性也是非常可行 就是非常容易 因為我們都可以做出一個Basemount的東西 對 大概就是我們的Pation簡報跟分析流程 我還有嗎 喔好 那好那我們就離開我們的成果 那我很不會結婚的人 那我這時候就要再講一點話 就是基本上我們的解決方案就是 應該說我們的成果就是 從前面EDA的過程中 發掘就是因為人不在 而導致投幣失敗的這個現象 非常的嚴重是我們的痛點 因此我們就提出兩個解決方案 第一個就是用簡訊或通知的這種即時通訊 來達到一個通知系統 就是說我們預設他可能是一個高失敗率的人 那我們就發通知給他 然後請他來做一些回應 因為有可能他人不在的話 他就是不在了 那你去投就是浪費這個成本 那我們可以給他有選項 例如說隔日投 或者是說轉放到郵局去用領取 或者說現在有很多的愛遊客的這種方式 來讓他們有不同的選擇 然後讓我們就是郵局跟這個消費者 也有這個雙向的互動 簡單講一下 好 欸 喂 我好累喔 好 感謝Enzo的解救 那我們就是可能會繼續介紹投影片 那接下來部分大概就是三個 一個是我們會講一下參加數據比賽 怎麼樣合作的方式 根據我們的經驗是還蠻好的 那再來我會就是怎麼說 就推薦一些自己喜歡的工具 然後Enzo會講一下就是 一路闖關 出賽、復賽、決賽 可能每個階段的要求都不太一樣 對 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講合作的部分 那合作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我放了三個icon 分別是就是檔案啊 定期聚會跟場地空間 可能會覺得 欸這個我都知道啊 像Google Drive我都會用 但是我必須說 如果大家打比賽這真的很重要 一開始就做好的話 大家會省去很多在EDA階段 或是到心理階段的重工 或是資訊落差 那第二個的話 我覺得很推薦大家做定期的 限下聚會 所以真的要感謝我們組長 嗯 因為打比賽畢竟不是工作 大家可能就是不會有考試成績 也不會有考基 不會有 雖然最後會不會有獎金啊 可是中間其實你會 大家還是會常常會自己事情優先 所以我們組長開座要求我們組員 就是Save the date 才不會發生就是 開座人請假的狀況 然後我覺得在線下很重要 是因為一起在一個地方做事 其實蠻歡樂的 對 所以你卡住的話其實也就要方便討論 嗯 那重要場地空間 部分我想說是出賽的時候 很需要白板跟投螢幕 因為一開始大家可能會發想一些事情 對 就是這樣討論 討論工學效率很多 我們就有曾經發生過 我覺得大家都只是在筆電 然後大家可能就開始緩散了 所以這裡很感謝我們的夥伴Simi 提供他的公司給我們用 對 好 然後工具的部分 這我會分三塊這樣 對一個是Server Cloud 一個是分析的一些工具 然後最後是呈現的多媒體的工具 好 那首先是Server Cloud 會特別採用這個 我剛剛其實有提到啦 就是UG這次的比賽 真的是大數據比賽 出賽就給了47局 複賽給了200多局 那如果200多局 大家沒感覺的話 就統計了一下 我看一下喔 大概是23億頁 23億個ROW的資料 所以單機上一定會掛 那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們有用GCP上面 BQ2來做Db 做抽樣還有預處理 嗯 然後GCP的話 現在他都有做一些推廣 所以大概都會有幾百美金的免費 適用額度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也可以問我們 嗯 然後所以有Gmail的人就可以申請 絕對用不完 對 那這裡 不知道大家會有興趣 但用GCP 因為我工作上沒用 是比賽才學的 所以我踩了兩步雷 跟大家順便分享一下好了 一個就是GCP 它只是UTF80 encoding 很多比賽的資料會是中路 Big 5等等的 所以丟上去前 先自己用Linux指令把它轉好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資料太大的時候 GCP的Web UI 會卡死 你可以想到Web UI 就其實有點像 你不夠看到上傳東西的UI 會卡死 所以大家可以搜尋 GSU 對 你就可以用Cornet Line去 跑東西上去 OK 好 接下來是一些 我們整個團隊 所有成員 加起來有用到的一些工具 那我覺得這部分也蠻酷的 就是我覺得這次如果打比賽 很大的收穫 因為我們不會限制彼此 用什麼工具 所以看到隊友 用自己習慣的工具 真的有時候會有那種 大開眼界的感覺 就很容易就會被生活新技能 好 那話不多說 就推薦幾個 我個人比較特別喜歡的給大家 好 那第一個是這個 看那個 呃 右下角 它叫Pablo 那Pablo的話 這家公司 今年6月才被Salesforce 用4700億筆的添加併購 大家可能都有看到新聞 哇那這麼貴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它就是本身是一個 資料視覺化的軟體 我覺得那資料分析上面 不管是一開始 就是在做EDA的 就是我們在定義問題等等的那個階段 還是最後資料的呈現 就Tablo都在哪 呃 我覺得Tablo都會 所以資料視覺化都是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那Tablo就很好用 那這張畫面的話就是 結了一些我們這個比賽 有用到的一些畫面 包括它一開始可以串一些flat file 和 BigQuery 然後可以看到DAI source 長什麼樣子 UI很漂亮 到可能畫82法則圖 或是我們也有曾經想要用過GPS的資料 它就可以直接 呃怎麼說 有座標它就可以直接打點到那個 呃地圖上面 這樣子就很容易 就是可以進行一些篩選 跟很即時性的去觀察 對 好接下來是GPUL Notebook 然後又非常自肥的放上自己的GPUL Notebook 對就是這大概是我們比賽模型的所有的資料 嗯 然後 GPUL Notebook 大家應該再什麼都知道了吧 對 嗯 那資料分析的話 我會習慣用Notebook 我會用ID 因為你的Call跟成果放在一起 在展示上會比較方便 然後最後的話是Draw.io 大家可能也有看到我們有畫一個資料的 就是系統流程圖這種東西 我覺得Draw.io真的是我市面上看到最美的 畫架構和Flow chart的工具之一 那而且還有一個好處是 它是一個Web APP 所以你有Browser就可以用 沒有下載任何軟體 而且是完全免費的 嗯 那為什麼要畫架構圖 我覺得資料處理它分析流程其實蠻複雜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參加比賽的話 就是我覺得把你整個處理資料的過程和排斷畫出來 不要只成為結果 其實蠻加分的 而且會很清楚 嗯 那接下來多媒體的部分 就用專業的Enzo介紹 沒有就是好 那我們除了剛剛一些分析工具啊 然後什麼合作方式的 那我們也有做了一個小的小小動畫的影片 那用到了一些素材 那PS大家都很熟 就是拿來可能做一些素材去備用 那其實很多線上服都有像一樣的功能 那Animaker就是一個 線上可以簡單做動畫影片的一個免費工具 超棒 那我們有介紹那個Linebot的這個 那其實Line官方有推出一個軟體 叫Linebot Designer 可以讓我們簡單的做一些模擬 那這個就是Animaker的這個網頁 那它其實就是內建了非常多的物件啊 場景角色等等 甚至你可以模擬就是 這個人物的嘴巴動 或者是說做一些表情都有內建 那它其實面免費方案就可以做到很多事 那只要出現一個浮水音就好了 那也可以快速拉很多像對話 對話框啊 或者說插入我們制定的圖片 插入音效跟背景音樂等等 其實是一個蠻好上手的這個工具 那這個是剛剛提到這個 做Linebot模擬器的一個軟體 那裡面就有 就是可以很快的拉出Line的一些元件 像是一般的文字訊息啊 或者是一些選項 或是甚至菜單 到底比較複雜的 可以橫向水平滑動的一些元件 那另外就是它也可以 馬上把這個介面的 介面轉成這個JSON Code 可以幫助開發者 讓他們在做 就是客製化的這個 聊天機器人的時候 快速做出這些介面 那它也有 就是另一個分頁就是可以 看到說這個Line 在就是手機上面的畫面 會長的增加 那我們可以在右手邊的那個 幾個列表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 拉出來這些訊息的元件 我們可以手動的調整它順序 以及它出來的頻率 那其實只要搭配螢幕錄影 我們就可以模擬出一個 非常仿真的這個Line的這個互動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用剛剛那個做動畫的軟體 以及這個做Linebar的螢幕器 拍了一個影片 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以嗎 這東西 這個影片就是我們決賽P群現場會播來開場的 對 我們剛剛有測過網路 那這邊再講一下就是 有想過那個拍影片的時候 要不要用 就是拍真人的影片 就是我們也比較好控制 想要做什麼事 或是說 做 就對 那是 就是不建議拍真人的影片 原因是因為就是 你很多 你收音 應該說你不是專業的團隊的話 你的收音啊 燈光什麼的話 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簡單 不是說用一隻手機 就可以拍出一個高 有質感的影片 然後它的背景可能很複雜等等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 可以用很簡單的工具 來做這樣子的動畫呈現就好 好 毛孔好像不那麼穩定 好 又不離譜 好 不 不 LOCAL沒有 好 那沒關係 那我們待會就 對 對影片有興趣 我覺得那影片超厲害的耶 好 好 不要這樣 可以嗎 好 好 我用 口述的 OK 那我們今天繼續 啊 跟口述 就是這個影片 一開始我們就模擬 一個遊財 那它其實 跑 我跑了很多點 進了各個高的大廈 去了別人家 去做投地 但是 很多人都不在 然後他就感到很困擾 為什麼沒有辦法 在一開始就知道 這個人當天 或是說這個時段 或者是做收件的 所以 我們 團隊就提出了這個 通知系統 的解決方案 這樣講有點乾耶 等他一下 沒有 沒有 選這個人偶有特別的用力嗎 沒有 什麼地方向民隊員 OK 有嗎 那應該說 它Animaker裡面有內建一些角色 那沒有那麼碰巧 剛好有郵才的照片 那我們就只好找了一個 穿綠衣服的人 那 那個帽子其實是我們自己 就是 某一張圖 然後把它踩下來 去背後 自己踢上去 所以其實 要做到課之後 也有辦法 就是你要多動一些手腳 所以 還是 蠻推薦 就是可以用這樣的工具 好 那我們先繼續 我們原本準備的內容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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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是2D的 但是我們能做一些 角度的切換 然後是說 對面一根號 就可以 達到蠻好的效果 好 我們的模型可以預測出 就是 很有可能 就是 投定失敗 會 怕不在家的 或者是 更高速概念的 那我們針對這樣的人 才發通知的訊息 那它就可以在剛剛那個界線上 選擇不同的 處理方式 例如說 OK 你可以來投定 或者是剛剛講的 今天我們要收到網友的 或者是 今天再來 剛剛那個手機的影片 也是我們把它 合成到 原本我們這個影片裡面的 雖然看起來有一些地方 有點粗糙 但是 其實就有很棒的效果 就 也可以 我不知道 評審會不會覺得 那時候我們這個開發 是會不會有那一把 但其實 這是我們模擬 拉一拉 黏一點就出來 我們要來看一下 我們要來要拍四個 好 但我們有差 有什麼 其實 我們要來看 我們要拍四個 已經把 你把這個 好 大家給我給你掌聲 其實是我們一個夥伴 他也有在某一個類似活動環競賽的方面 他已經第一次接觸到這工具 然後他本身也是一個工程師 但是他也可以很簡單的 就做出這種簡單的 就是簡短的一兩分鐘的影片 所以那這樣子的影片 在我們這樣子可能 什麼數據競賽 或者程式競賽 黑客松上面有很好的效果 是可以跟別人做出差異的點 那這是我們整個競賽的這個timeline 那其實在4月初就開始了 但是到4月20號 他才有一個集中我們所有團隊 400多隊在這邊 他做一次公開的這個 幫我們講解資料集 跟一些有路的知識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大家都是20號以後才開始開購 然後到5月中戒止 然後到5月24公 就是说哪些人晋级了 以及就是对就是然后开始复赛 然后到6月6号也有一次的专家的询问 那这就是针对进复赛的团队才可以有办法参加这样的咨询 那他的活动就是有安排三轮的不同的可能是公司的总经理 或者是一些处理大数据方面的专家来听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 然后给我们建议 那会后也有安排一些一桌的专家 让我们自己可以主动去问 那其实很多团队在前面的三轮之后就回去了 但其实我们在后面的这个时间 我们每一个专家都去了解 因为有的人是数据的专家 有的人是有误的专家 有的人是做行销的 其实我们在不同专家身上都获得到蛮多的这个回馈 然后是可以帮助我们做改善跟优化 那最后的决赛到矫健其实就一个礼拜 那是非常的赶 我们要做出非常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在前面就要把我们整个专案的大致的东西都要先完成了 然后下一个对就是我们初赛的历程 我这边讲一下他整个竞赛三个阶段的评分指标他都有分别的这个秀出来 那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不同的阶段他们提出的这个评分指标 我们要好好的去研究 你也有可能像是在第一阶段他就是想要看到我们有能力处理这样子的大资料 并且能在资料中挖掘出问题 那他的就是会有不同的分配比例 那以及初赛还要我们可能展现我们有可能建模啊 然后做数据分析的这样子的能力 然后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真的有打到他们痛点是该解决的方法 那我们除了这个量化我们从数据中获得量化的资讯 我们也透过直信的方法来询问专家询问邮差等等的 然后来确定这是这个待解决的问题 那在复赛的话其实比较着重在于我们针对前面发掘出来的问题 提出一个比较完整又有创业的解决方案 那复赛阶段他就把整年度的这个资料全部给我们了 那我们也是把整年度的资料来进行验证我们前面的问题 不会是只有那一季才有问题 而是说这几年都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那再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可行性分析 那第三 决赛的部分 这边就是剩下30队 那要在一个礼拜内把 就是报告的投影片 以及还要给一个完整的计划出握的档来胜出来 其实是非常感的 那我们在最后一个礼拜也是请假的请假 然后就是请假 然后花很多时间来来来做这件事情 假日都没有什么时间做休息等等的 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demo影片 在决赛上面有做出蛮不一样的整天方式 很多团队都是着重在演算法的设计 或者是说比较系统方面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我们其实模型或者是说技术方面我们有 但是其实占了我们一个小部分 那我们是另外提出的就是像通知系统这样子的解决方案 它其实是低成本然后又高效益的方法 那透过影片来做demo是别的团队比较少有这样子做的 那另外我们的也做了比较就是完整的这个成本效益分析 很多团队就是可能只有讲到一下 人家花多少钱来做开发 然后做那会有多少的收益 那我们把这个每个细项都展开 甚至还可以分就是直接成本件件成本 直接效益件的效益 那算算一些指标 然后以及我们系统的停估这个事情就是 就是相关的软体开发的人来做一个 用人乐来做估价 对 那最后有一些我们的关键心法 可以再跟大家回顾一次 那请沐雪帮我们分享 喂 好 那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最后最后 给大家的一个结论 一些take away 希望大家今天听我分享多少有 就是触动你们想要 就是有想到什么东西 对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也很棒 就代表你已经完全可以参加比赛了 对 好那我讲一下我们的take away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拿到 第三个一些重要关键因素 那第一个的话我们每个阶段 它其实评分规则不太一样 第一阶段比较像是技术名 都属于大数据可以做基本的建模 然后第二阶段想Solution 然后第三阶段做Pitching的部分 我们可能就是每个阶段需要的人才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就是都有找到这样子的队友 对 就是比赛的性质 评分的规则 那第二个的话是整体逻辑通常 这个部分的评审有特别称赞 那我自己也不知道都说什么就是这样 那第三个的话是有感且明确的指数痛点 这个就可以分享一个故事 刚刚Hazel提到 其实我们忘记找那个Data Scientist 我们这一队没有这个资料科学家 所以我们的模型可能大家看了 就会觉得很合理啊但就这样啊 没什么新意 然后我自己是有看到别的组他有用GAME 然后就是GAN 然后还有什么IO像射点啊 然后有什么基因演算法什么什么 然后就超厉害的 可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像我今天分享 会讲很多ETL 还有一个建模等等考虑点 但那天的决赛固定其实只有15分钟 所以我们就很大胆的放弃了 就是讲这所有分析的流程 然后只讲重点可能我们最后通知系统 要用到的模型可以达到什么效益的部分 对然后就跟他 然后就落下了一句话就说 诶那如果大家对就是各位评审 因为有些中... 中研院吗? 对对对 就是外部比较专业的评审 就跟他说哦那就是细节的话 是你们看那个成果报告书 就会分 就会附上一份纸本的成果报告书 里面写的就是C 对那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我们花蛮多时间一开始在定义问题 然后指出这多严重 然后我们怎么解 然后最后可以解的多好 对就不会可能15分钟里面 你10分钟都会讲GAME 你还要教一下什么是GAME 好然后再来是成本效益也强调 是刚刚带我看到具体的例子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怎么误算的话 也可以问我们 嗯嗯 然后我觉得这在公司内部 其实也很重要 就不只是打比赛 对然后你要问对的问题 然后解这个问题要是很有收益的 好然后再来是带动其他业务机会 这个蛮有趣 我觉得这是运气好 就是我们在想要做LINE通知系统的时候 其实也有看到就是 什么时候UG的LINE 本来就有1000多万的用户的基础 的user base了 所以结合LINE的通知系统 还可以帮忙推广其他的UG业务 然后分析下来会开些新闻啊 就是说邮局从2018年底才开始推IU箱 那我们现在的人就是会有内部评审 就是邮局内部的人 还有外部的可能就是一些专业的中和中研院的评审 等等的嗯 然后内部评审可能就很喜欢 就说哦你们虽然没有真的做IU箱设点 但是你们的这个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推广IU箱 因为他这个人不在我就可以用LINE推广跟他说 哎那你如果都不在你要不要用IU箱取货这样 嗯然后还会就是带出LINE 就拜托他就是不管是就是模型上还是Domain Order 就是伤害问的嗯 然后黄丢点这点你要讲吗 哦这边就是我们前期其实花蛮多时间在讨论 我们要了解这种问题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题目吧 那就是蛮推荐大家在讨论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会很发散 然后各种idea这时候就会一直涌出来 那我觉得就可以不用担心说我想到这个想法会不会是一个好问题 或者说有没有办法真的有效果 那你有想到我觉得你就可以提出来 那因为别人听到你的想法之后他可能结果他原本 然后直接想到一些东西 那就发现哎这其实是可行 那帮你想说哎这其实可以让你做 然后就可以越来越收敛成一个真的很可行的方法 那也让大家来挑战你的做法 就是说你提出一个可能很天晚上行通的方法 那别人挑战你就可以把它也是收敛 收敛成一个真的可行的 就不会如果你没有提出来可能就没有这样 其他人不会想到这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讨论过程中蛮好的一个心态 所以讨论过程中丢点之前不要考虑可行性 其他人挑战以后就反而会成为一个很完整的发想 那我们的分享大概就是这样咯 跟大家精神含后一下 就是可以多参加社群多参加比赛 好那还有这个精神含后一下 就是对四个人可以分15万 谢谢大家 来使资料更平均才进模型吗 来使资料更平均才进模型吗 还是有尝试过但是应用场景是不许一生多 好 好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有想过 然后如果 好 就是这部分我想过 就是大家 如果想要做 针对Evacetia做Undersampling 或Oversampling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叫IMVLearn的套件 它可以加到PsychiLearn的Pipeline 但是因为我不是Data Scientist 所以我就是 对这一块的原理什么的 也没有到那么熟悉 那只是里面有大概 就它都帮你写好了 不管是SMOT的一些方法 或是很简单的Random的方法 或是做一些假样的方法 它都有做 然后可能大家可以用用看 那以尤诀的这个Case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最后还是没有用里三回 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 就是邮局的资料量还蛮大的 所以我自己看了以后 我觉得Base Time Model的成效还OK 就没有花太多行李在做这块 那有回答到问题吗 好 有 第二个 再讲VDA的过程 其实蛮吃天分的 其实是真的 那像是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 就是直接从资料中探索出问题 或者观察出一些现象的经验 所以我自己的策略就是说 先做假设 例如说 投地就是分成功失败 或者说一些不一样的标签 那其实我是说 我直接用这样的假设 应该说也不是假设 我先预设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我用这样子的问题去知道里面找 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当初你一开始 根本不知道从 帮忙代行里面下手 的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先提出你觉得可能的问题 然后针对这个 再去里面的资料做挖掘 那每个问题都可以 越来越深入的看 例如说我一开始只能从 这个状态代码这边看到说 有可能 12%的邮件会投地失败 那他在什么样的时段 那星期会不会有影响 你就要在这个问题上面 发想到更多其他的 可能可以观察出的一些现象来探讨 以及说第一次失败 那我们还有做了那个 失败次数跟天数的那个对照表 例如说 失败为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他可能失败两次以上 就会让这个投地总天数达到可能 五天以上 那就不符合我们邮局 开始承诺给民众 可能三天内要到 送到这个的原则 所以他可能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针对原本提出的问题 再做深入的探讨 是 我是这样子想的 那沐县老师 你画一下 EDA的部分吗 我觉得你讲的还蛮详尽的 我觉得可以回答下一个问题 好 可以回答一个问题 对 那八二法则的部分 为什么是停在两层的位置 而不是毛利为零的位置呢 因为我没有 我觉得问题好像 可是有三个人都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误会 我刚刚可能没有讲清楚 就是两层的意思是他最后 他停的那个threshold 最后会寄送通知给两层的人 那怎么找到那threshold的optimized的点 是本来的profit curve 它不是长这样吗 然后最高的点就是max profit的点 对 然后邪欲为零 可能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快要确定 有没有回答到 毛利为零的位置 那我自己做的是这样 如果对这部分还有疑问的话 可能 因为我猜大家 就是我自己在底下说 我也是不会承认这是我问的 所以待会之后 私下在我们两个可以互相讨论一下 嗯 然后 接下来的问题是 threshold只有14天 是用这样勾用吗 嗯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mine 所以我勾用 对 那 当然就是 我不要确定公开讲这好不好 我觉得如果是公司的话 就是怎么说 就我们其实有一些暗黑资源啦 那 就是也可以用 但是我觉得用了以后呢 如果你以后去公司工作 就 请公司 因为公司在赚钱 就请公司买 所以那如果有需要什么的话 不然一样私下来找我 呵呵 好 那下一题的话 Azo 有没有答 下一题再讲 不知道模型跟资料 跟各资料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我们选定要看recode这个资料 其实是因为 我们宁可多 多发一些通知 来 就是反正就是多发通知 因为发错 他可能不会同意失败 但我们多发 但是我们还是发 所以我们要优化于recode 那你说 Decision Tree 有没有办法 在recode上任何结果 有可能在 就是 几次的训练 预测结果 会比较好 但是Decision Tree的 一些 一个问题可能 比较明显的就是 他overbeating 会比较 严重 所以 其实Random4Grist 就是他的 就是集合版 那 我们可能要更相信Random4Grist 出来的结果 有其他 那 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会 对 对 但是我觉得 这个也是比赛 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 不管你在公司 做专案 还是比赛 有时候你的时间 和能力的资源 就是很有限 所以 我会觉得 嗯 以我来说 我看到一个东西 可能我觉得 没有到太大的问题 我就会继续去 针对这个东西去做 那像我刚刚也没有谈到一些 可能超参数 hyper parameter的调整等等的 是因为我们基本上 没有做到这块 比赛就结束了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刚刚有说到 决赛才一周 副赛才两周半吧 三周 就是 如果你 之后是组长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去 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你 人力的资源 有什么分配 所以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超级有趣的问题 然后 相对会不一样 可能也会有更好的结果 后面有一个答案很长串 就是我们在讲 资料问题 各个情况 他想要知道 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例如说 第一个 资料可能是不一致 那刚刚提出的大部分 都是说 问专家 来 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正确 然后才把它修到 那样子的样子 那我们 可能没有讲到 就是我们修了 例如说 嗯 那个挂号 代码 长度不一致 其实我们问专家 之后 就得知 其实 后面的六码 是因为某些句号 才特别加上去 所以前面的十字码 是相同的 那我们其实就是 做简单的 这个 切 前面十字码 就好了 那 像是 资料表 今天没有关联 我觉得 就是 竞赛中 他虽然提供了四张资料表 但是 他也没有 他没有说 然后我们也不一定要 全部都用到 就是 就是 因为可能做GPS的 解决方案 有他们的 他们可以用GPS来做 那我们可能是针对 这个 一个挂号 成功失败 来做切入 所以没有关联的话 我们或许 也可以针对 同一张 或者说 我们其实最后 解决方案只有做 两张资料表 就是我们 那个 收件的时候的一些 Feta Data 然后 以及我们这个 挂号的 Log 我们就用到这两张资料表 也不一定要 全做 因为有局也说 他们 累积这么多资料 但其实这 很多系统都是独立的 没有办法串起来的 这也说到 就是我们公司 在建立自己 我们的这个 资料库或者是 系统的时候 要想到一些 他们未来的这个 发展性 那像是未定义代码 其实就是 离行这些 未定义代码的 定义 然后 呃 或者是说 他可能数量很少 例如说 有A到 A到 H 这几个代码 那他突然出现了 一个叫做 AB 或者说 Q的代码 那 我们可以把它 就是 如果他数量很少 那就是 可以 不要理他 或者是说 其实 问那些专家 他们可以 其实会知道 就是说 这些可能是 哪一个过程中 或者说哪一个事件 让他们在那时候 那个系统出错 所以会有 记录到一些不同的代码 对 所以我觉得 原则还是 有一些不清楚的部分 就是要依靠 就是领域专家的 这个能力 这个人是 很有帮助的 而不会让你在 你发现到这个问题 但是一直打转 然后不出来 因为你自己 没有办法解释 那就只要说 就是 就是我们在 假如我们在做 二分类问题 就是 零后一 或者说 是或不是 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用 那个 一个叫回头矩症的 方式来呈现 那就是 四个象限 左上角是 就是我们 预测它为 我拿什么例子 例如说 今天在北医 就讲这个癌症的例子 好了 就是医生说 你有癌症 那你事实上有癌症 那他 他就是 一一好了 我们分零跟一 那如果 事实上你没有癌症 然后医生也说 你没有癌症 那就是零零 那这两种 是我们预测成功的情况 那另外有两种 预测失败的情况 就是 呃 我们 医生说 你有癌症 但其实是你没有 那你以为是 反过来 那RECODE就是 呃 等一下 RECODE就是 嗯 嗯 等一下 突然突然 转不过来 RECODE就是 呃 实际上 有 有 孩子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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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对的 甚至有猜对 什么 全部对的 甚至有猜对 哦对 等一下 全部 对的 中 有猜对的 有猜对的 嗯 全部对 对 就是说 所有有 实际上来正的人 那 我们 有预测 我们有 真的抓出来的 比例 是 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 因为其实 呃 很多情况下就是 你某一种标签会特别高 那你拼一种标签会特别少的情况 例如说 其实十个人里面 呃 你有一个预测 错误 但是你可能 你的准确率是90% 所以 这就是 accuracy的假象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看招回率 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就是 呃 只有十分之一被我们 就是 预测到 所以其实 呃 有不同的指标来看 那招回率 能在我们 这个案例上 就是 比较稀有 对不起 好 很快 参加IT 欢迎大家报名 就是 北一干IT的 hackers al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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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我们再问 简直的问题 喂 OK 就是有没有 有没有简直 嗯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没有 没有 这我们真的就是RandomSuit 然后有没有简直 没有 过程中有遇到其他对数据分析的切入点或方案雷同的吗 其实在决战一天三十个团队 可能二十个团队都是用 差不多的 解决方向 或者说 都我们都是要解决这个投屉失败 人物在的问题 那大概都 基本上都是先用 某种分类器来预测说 可能在决人 然后再针对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来做 来做 处理 那像是我们就是提出通知系统 也有人提出通知系统 但是我们 他可能讲的就是只有 想要用到 但是他没有真的 可能做出模拟啊 然后像是我们有做影片 真的是 蛮有差距的 蛮有差异的 那其实三十个团队 好像只有两个团队有做这种 影片的配合 然后另一个团队好像也有前占 所以真的在于 可能同职性 大家都是想要 你看 都想要用就是技术来 证明自己团队能力的时候 大家都太一样 那我们就共住一个 比较创业的解决方案 然后生动的影片 就是我们的 可能胜出的一个 小小小地方 嗯 这里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 对 因为就是 问了这个问题 我才从小想起 其他的团队做什么 大概有 我觉得大概有一半是 比较是玩GPS的资料的 所以他们会做一些路径油画 然后另外一半的人 就是会做各式各样的东西 包括像我们一样的流程油画 跟IU有想设定 那Ansel刚刚提到的 我觉得会 我觉得影片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 比较像是 我们把整个数据分析的流程 到Solution都串起来了 然后可能 就是例如说他刚刚提到 就是通知系统的人 他们其实是做路线 路线优化的人 那他就说 欸我们做的路线优化 可能也可以用通知系统 那人家就会觉得 欸这中间好像有一点 很短 没有那种说服力 对 我自己的感觉会是这样 然后之后的问题 HiHi Support Power BI 如果下次有机会再参加比赛 哪些可能不会再猜 好 真的是这么可以 好 那Ansel要思考说 其实我好像想问 就是我想说 Support Power BI的原因是什么 他不是到一个数量几乎 就是要收钱吗 那个前三名 Power BI跟Quick Quick 前三家 两家是 当机版不用钱 哦 对 只有Table单机版 单机版也要钱 所以就比较不适合打比赛 好 了解 对 因为我们公司也有 巡价或Power BI 嗯 怎么说 其实是更划算一点 但是因为我觉得Tableau还蛮好用的 不见得比较划算 微软都要多一点 多一点一大堆 哦 哦 感谢分享 感谢分享 那我再找 会不会再找你们聊聊看 因为技术上也觉得Tableau好贵哦 嗯 那Azo你有想到这个下次有哪些科目会才拿 就最后一个问题了 嗯 嗯 其实 大部分 的问题 嗯 像是我们 在看资料的时候 就 自己花蛮多时间 来解 来思考一个 我们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但是就是 如果你 直接拿 把这个问题问关 然后问专家 他可以直接跟你解释说 真的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 我一直在讲说 问专家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 其他哥 就 我觉得刚才我很想 真的吗 想 好 刚才我们很失望 我想一下 应该说我们有准备说 如果没有人问问题 我们 有什么预设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这次分享的一个小目的 也是说 可以让这些 有兴趣参加竞赛 但是 都不知道怎么下场 或者说 你找不到 你没有 你没有团队 或者说觉得自己很弱 该不该去 跟别人 就是这样抱你 那我可以补充这种东西吗 可以 好 那像是说 初学者 真的可以参加竞赫比赛吗 那我觉得 就 我们一开始 就不要把 目标设定的 就是要得奖 或者说 或者说 要有很好的成绩 其实就是 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 学习到非常多 尤其你说 你目前 你还是初学者 你还没有实力 那过程中 你真的可以 学到很多 那如果你在分工上 你觉得 你没有办法 贡献你的技术能力 或是说 系统开发的能力的话 你也可以 处理很多 其实过程中 要处理的行政啊 联系啊 或者说一些文书到简报的处理 那 就是 其实这些事情 很复杂 那 队长都要 处理这些事情 他真的很辛苦 那如果 你的其他队员 都是一些 技术高手的话 或许你可以先 来扮演这样的角色 来 就是跟团队做合作 你也不会觉得 自己 没有办法 贡献 之类的 对 那 过程 应该说很多 在自学 资料科学的人 可能前面都是看一些线上课程 或者说 参与一些 工作坊的演讲 来听大家分享 那其实 你 你拿到的资料 其实都是 都是整理过的 或者说 问 数量很小 那你实际参加这样的比赛 你才可以真正接触到 可能 现实世界中 资料有多张 多 需要花时间 在前面的清理上面 你可以 就是 非常 实际的体验到 那 对 然后 对 刚刚讲说 如果里面 你还是想要 就是精进自己技术能力 你在过程中 虽然你 一开始分工不是 来协助这一块 但是你也可以 你可以 很有理由的去问 团队的伙伴说 问你团队的伙伴说 这些事怎么处理的 因为我认为 会来 就是参加竞赛的人都很愿意分享 那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要怎么找到这样子的朋友 跟团队的人 或者说我本来就是一个 念 比较 比较不一样领域的人 那我把我认为这样的人 来组队参加 那就是 就像今天的大家 来参加 这种社群的分享 或者说技术的讲座 那他们应该也很乐意 认识一些不同领域 多方面的人 而不是都聊一些技术话题 然后 对 他们也很期望 有不同的团队的组成 对 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我先要 普通了吗 我觉得你早讲得很好 就是我们一开始 我们真的是第一次参赛 然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就是 老子就是没有特别挑对 因为我觉得 就是要很认 就是要很有信任感一起来 然后一起做 然后你就会学到东西 那其实真的学到很多 然后我觉得 嗯 我辞穷了 其实我觉得 我真的很开心 就是跟他 跟他会赢 对 对 就是刚刚讲到说 找队友这些事情 其实现在蛮多的这个比赛 他是可以个人报名的 那你就是报名进去 主办方会会帮你做配对或美合 但他可能有设定三个方式 但他会自己帮你做美合配对 其实 你也可以藉由这样子的方式来 报名比赛 就不用怕 没有对的这件事情 然后 大家其实 要做 充分的心理准备 就是真的会花很多时间 在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 尤其是这种 比较长时间的 的比赛 那你可能每个周末 都要分配时间 来做 线下的开会 以及你每天晚上的时间 下班回家 或者说 放学回家 都要花很多时间在 处理这些 这些竞赛的事情 这个是 真的是要 能够空出来的 那 对 大概是这样子 还是 到现场 放问题吧 科目骨 好 你说要开放 就是 还要再问吗 好 我数三好了 那 还有没有现场 最后的问题 就是 要再提出的 6 3 2 1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